惨绝人寰,绿军小将家暴细节遭曝光殴打受害人长达4小时北京时间9月14日消息,来自美媒体的报道称,开尔特人对小将贾巴里伯德的家暴细节遭到曝光,同时绿军和他本人都发表了声明,今天在布莱顿市法院,伯德被指控家暴,据悉,伯德被指控在他公寓殴打女友受害人长达4小时, 期间多次试图掐死他,甚至有一次女友都晕了过去,伯德还被指控当女友醒来时,反复踢他步步,伯德和他律师团队对一系列指控做了无罪抗辩,他将被拘留,需要缴纳现金5万美元的保释金,法官指出,伯德的释放需要具有特定条件,包括不准携带毒品或酒精,不准携带武器,还得受到法院指定的监督, 在法院允许的情况下,伯德将可以跟随绿军,另外,伯德的监护人包括他的高中教练,值得一提的是,警方报告透露,在被锁在浴室后,受害人曾看到伯德晕了过去,并伴有颠险病发作的症状,同时伯德团给受害人发短信,如果他不回公寓的话,威胁说要自杀,针对伯德家暴事件,绿军发表了一份声明, 最重要的是,我们关心着此事件的受害者,绿军方面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,我们被伯德受到的各种指控所激怒,根据NBA劳工协议中的家庭暴力政策,这样的事件将由联盟办公室来处理,球队无权处理,因此,绿军方面将会协助联盟办公室,和当地警方对此事进行调查, 球队目前将不会对此事做出更进一步评论,博德也发表了个人声明,他表示我现在要离开球队一段时间,处理自己的法律和医疗问题, 我对于给我的家庭,球队,队友,球迷们和整个联盟,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说声对不起,目前透露的消息并不是所有的信息,我不会宽恕对女人的暴力,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和过程里,我能够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, 现年24岁的博德是2017年四轮56号秀,上赛季他为绿军打了13场常规赛,场均出场8.8分钟,交出3.0分1.5篮板的数据,各位球迷朋友,您如何看待家暴问题?